介绍带您关心 阿根廷的通膨率冲到惊人的百分之一百零九 创下三十二年以来新高 不止老百姓日子难过 当地的制协业也因为原料价格飙涨 销售又下滑 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 有一位老板为了员工的生计正在咬牙苦撑 最怕的就是哪一天被迫裁员 位于布宜诺斯阿利斯郊区的这家制协厂 员工正在卖地地打造各种造型的削款 但老板坐在店里 却为手里的账单发愁 因为目前阿根廷的通膨已经飙到百分之一百零九 再创历史新高 包括皮革 布料和绍胶等原料价格天天都在变 进口成本在官方管控汇率的情况下 等于涨了两倍 老板直呼这是制协业所面临最艰困的时期 而成本提高不打紧 老板更担心的是 恶性通膨让人民荷包缩水 销售业绩每况愈下 他的利润也越来越薄 恐怕得走上他最不愿意看到的裁员之路 另一位开鞋店的老板坦言 现在顾客的手头很紧 大多光看不买 他只好打出分期付款免利息的优惠 希望能够提高买气 但最新数据显示 阿根廷目前每四个人 就有一人活在贫穷线以下 除了民生必需品非买不可 其他能省则省 或者以二手货取代新品 不止制协业 阿根廷其他许多产业 也都在高通膨的阴影下 面临生存危机 公事新闻曾惠敏别一